中國名稱的legs就是它陣列的長度 陣列長度因為我四個 所以這邊回傳會是4 另外我要辭做第二個比較重要的是GateView 就是說它這個上面要放上去那個小圖 它長什麼樣子 長什麼樣子的裡面的話 我們上個範例裡面 就是給幾個訊息 第一個的話我們因為要在上面 我需要放一個圖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我必須要放一個image logo 那裡面的話呢 我還需要放一個什麼 就是中文名稱 所以叫test name 然後另外一個叫txt的english name 我必須有這三個東西 組合成一個view 本來是 只有一個 我們上個範例是只有一個 那這個範例除了一個之外的話呢 我還要再給它一個view 這個view就是一個框框 然後分別把什麼呢 左邊放一個圖 右邊的話呢 放兩個textview 分別把它丟到listview裡面去顯示出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 先把第一個 幾個步驟先完成了 第一個是宣告 宣告裡面的話呢 必須 宣告我們畫面上面的一個listview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宣告三個陣列 三個陣列名稱分別是 IES IDS跟BOSS 還有這個eng name 那這部分我想各位可以參考這個7支 21頁的下方 那這邊也有 那我基本上沒有跟動太多 OK 那另外呢 我要宣告一個什麼 Adapter 名稱叫 Adapter 預設值給它 其實這個怒我預設值有沒有給它 我印象中好像沒關係 沒有給它怒也沒關係 因為它後面也會用到 那只是說 給它怒我是怕說 將來如果沒有用到 會產生錯誤 再來的話 一樣的方式呢 也要建立連結 跟前面的範例一樣 那我們畫面上面 只有一個listview 所以呢 只要連結一個就好了 連結一個 然後呢 再把這個Adapter 因為我前面上面已經宣告Adapter 等於什麼呢 New一個Adapter 然後呢 再把什麼呢 把list 把自己 把我們現在的這個 attivity 或者是我們這個類別 把它丟到這個地方 傳過來 那我上個禮拜有講過說 傳過來的話呢 這邊會牽涉到建構紙的東西 建構紙的東西 那這部分我想你們先試著 把上面這個部分的程式碼先完成 等一下我再來解說這個部分 我可以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